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秦布顿家里饰演《铁蜻蜓》是一个特别man 然后雄性荷尔蒙很发达的一位女人 一个女性 女人不是一面嘛 对吧 我觉得我喜欢拍那种稍微硬朗一点的角色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喜剧呢 因为喜剧要演好的话挺不容易的 喜剧的节奏很重要 特别考验一个演员心理的节奏 演气的节奏 大家就不懂开玩笑啊 口无遮拦 就是演员 演职人员之间没有距离感 高级脸一般都是说长得不完美的 眼具开鼻子他嘴巴大下巴方 高级脸 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记住我的东西 喜欢我的东西都会永远在荧幕上的 我不希望大家太了解我 简单的 极简的 自带的床单 眼睛吧 粉色 美妆咱们口红 国内的我特别喜欢周迅 喜欢舒淇 是特别暖的人 而且心地特别善良 我也很喜欢巩俐 很有气场 我也很喜欢紫衣 我觉得他很有个性 敢说敢做 休息休息 出去玩一玩 度个假 好好放空 痒痒痒皮肤 最近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 持之以恒的一个爱好 让我身边的家人 亲戚朋友都健全康康的 我希望我爸我妈都能够健全康康的 我希望你能够健全康康的 我希望你能够健全康康的 ?